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今天是礼拜天 现在我到了这个哈森 River旁边的这个McCloyster 这个地方是大都会博物馆的一部分 现在进去看看 今天天气虽然是有点阴 但是不冷不热的 远处这个大桥就是华盛顿桥 可以直接去新泽西州 现在我待这个位置是这个Cloyster的背面 可以从这个小山坡走过去就可以走到它正面 远处这个哈森 River 对面 远处就是Westchester 就是Terry Town那边了 看这边的花都开了 现在从后面已经绕了这个My Museum的正连了 进到里面了 这像一个古堡一样里面 这像一个古堡一样里面 这里是一个古堡 中世纪的 这里面很多东西都是中世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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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这些地方的沙迹 我会用的 这几样展品是十三世纪的 代表了一个是狮子 有一个是龙 另外一个是玩鹰的人 这些都是贵族以前用来喝水的东西 眼前的这个十字架是1125年 从Saltzburg就是奥地利的 非常精致的地方 眼前这个小雕塑是法国Burgundy的 它的主题是画的耶路撒冷 这个像大古堡一样可以走到外面去 这个地方出来就可以看到哈森 River了 这风景非常好 从这楼上看出去 刚才看到的那个华盛顿大桥就在这儿 这些建筑都是十二世纪 法国Burgundy的当年的一个修道院 遗留下来的 是在二十世纪初被一个美国人买下来 然后搬到这里来 现在已经变成大都惠博物馆的一部分 现在这光线太漂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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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这门多漂亮 看这门多漂亮 到处都是春天的细味儿 这也是修道院里的一个chapel 看这个窗户上的玻璃多漂亮 看这个窗户上的玻璃多漂亮 一个窗户上的这些玻璃都是一个圣经的故事 这个雕塑是1350年意大利的一个圣人 应该叫 旁边就是一些主教的埋葬的地方 看这些玻璃多漂亮 这个是第一个圣人 ? 这个是第一个圣人的季花 portal 各约我们一起去拍赴 这些玻璃多精致 这幅雕像是Saint Margaret 他们之所以能知道肯定是Margaret 是因为它站在这个脚下是一个龙 这些都是跟圣经故事里面的 这些哥特式的建筑都非常的漂亮 包括这屋顶也是哥特式的 这是其中的一个小园 当夏天的时候有很多植物 现在已经都地上已经好多的植物都长出来了 这个小坑压里面的特色是这些石头 是法国的limestone 我回去查一下中文叫什么 另外一个它设计的这种样子 是15和16世纪特别流行的一个 这个房子是这个closter里面的藏宝房 它是按照中世纪那种设计 中世纪的时候他们都是每家门库 都会有这么一个藏宝屋 这是1325年的一个皮带 这些也是奥基利的 就是拍音乐之声那个地方的 1220年的金器 这几件藏品都是1200年荷兰做的 也非常精致 这是1325年法国的一个藏品 眼前这个是波罗的海的虎铺 非常精致 这个房间里这些墙上的碧秀 全部是讲的这个独角兽 unicorn 的故事 整个房间都是讲这个unicorn 的故事 unicorn 是一个相当于神话故事的一个角色 这个是最后他们把unicorn 给抓起来 然后杀死了 这个做起来非常非常难 你要走近了看 可以看到这真的是一针一线缝起来 这些tempestries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 曾经被偷过 然后它实际出产地都是在布鲁塞尔支的 然后1938年洛克菲洛收藏了以后 捐给了大都会博物馆 谢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